这次我们不是到杰拉尔顿追经吗 然后顺便约了一个杰拉尔顿的朋友 你好你好韩姐 哎呀刚好到了 你好你好韩姐 哎呀挺巧的 上次那个 紫森塔也讲 正好你还看过我视频啊 好巧 还认识我一个人 我有好多朋友都看过 韩姐 哦 韩姐 怎么称呼 安妮塔 你好韩姐 这个你就夹 看夹在衣领上 哎我到底在位置 加衣领上就可以 周末还耽误你哦 没事这有什么不就聊会儿天吗 我们刚好在这里昨天去出了海 玩得怎么样 还是可以的 但是就是 这船的时间就太长了 没有没有我提前撤药了 我这边时间太长了 还坐两个小时 广反坐四个多小时 舒适性太长了 对 就是像 不过两个小时还算短的 一般都是单程三个小时 嗯 你要扫船可能开得快 先给你倒点水 哎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 可以啊 可以可以 我给你那个 你也知道我的风格啊 那我知道很随便 我的风格就是 我先给你带了点 从我花园里面摘的 哎呀 谢谢 这是我们 太感谢了 Gerruton的辣梅 我早就给你带个包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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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跟就是叫 Gerruton Wax 就是基本上是以我们 节村的名字命名的 一个花 全 就是我第一次来 Gerruton的时候 我还在那个网上查了一下 我说Gerruton 结果出来 从第一个搜索结果 就是Gerruton Wax 特别逗 因为这个花它是那个辣的 特别的耐汗 所以我明白了 嗯 谢谢 挺有意思 那我们就开始哈 开始 哈哈哈 我对那个观众也知道哈 就是韩姐就是我的观众 不是我们那个移民留学群 那属于我啊什么的 我第一次见韩姐 啥也不知道 哈哈哈 我们就想查 我知道 我不是查hook吧 就是问一些基本情况 韩姐 你自己介绍 还是我来问 你问 啊 这个韩姐 我没听出来你口音是哪人呢 我是北京的 北京人啊 因为我好多人都一听 听说我是金骗子 啊 哎呀 哈哈哈 好 那我们就从开始梳理一下吧 韩姐 就是你来了这有多少年了 18年了吧 哇 好多年了 18年 2006年到了 啊 那你以前在北京是做什么 原来是公园 哦 我是 哪个部门呢 潮阳区的 哈哈哈哈 这个潮阳区特别有名 哈哈哈哈 对对对 潮阳人民 潮阳群众 就是普通的公务员啊 对普通公务员啊 哇那你不容易啊 你想公务员 以前在以前来说的话 是个很稳定的职业啊 对 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辞职的时候 我把我的档案里交到那个 哎 交到那个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的那时候交 然后把我 我跟他说我要办这个就交档案 他说你什么情况 我说我辞职的公务员 然后我就谢谢这小伙子从那窗口来看我 哎 公务员辞职的 啊 哈哈哈哈 麻烦你们说那个韩姐 你把那个就是话筒可以拿上面一点 啊 我怕到处声音会小 哦 哎 好 哎 哎 夹上面一点 放个这儿好了 哎 对对对 这儿就好了 啊 哎 好 我们话接刚刚你说的 嗯 就你辞职是因为女儿在澳洲吗 嗯 不是不是不是啊 我没孩子 哈哈 我没孩子啊 嗯 但当时你辞职是为什么辞职呢 嗯 那是因为我就是出国梦呗 就是其实也是挺怎么说呢 就是可能是因为我就是一种 有点不大适应在国内的那种 机关里边的那种氛围吧 不是和那儿土壤 我是一颗那个叫什么 是蒲公英 我不是君子兰 找不到的地方 对 所以就是不大适应那儿的环境 就是想过一点简单的生活啊 嗯 那我方便问一下韩姐 你以前出来的话是过来留学吗 还是 呃 不是 呃 我是 其实呃 这个话来有点长 其实这东西 我第一次出国 嗯 是因为北京市政府跟堪培拉市政府 他有一个姐妹城市的一个公务员互换的一个 啊 项目 哎 然后每一年呢 北京市政府他会从他的公务员里面选拔 选拔完了以后呢 可以到这个澳大利亚来进行一下公务员交换三个月 然后呢 这个第一个月呢 是在ANU国立大学 嗯 澳洲国立大学去就是有一个学习 然后再有两个月的时间是在澳大利亚的首都堪培拉市政府的一些部门进行实习 所以呢 那是我第一次出国 我说就是等于你参加他的英语测试然后你考试及格了你就可以去了 然后先在澳大利亚培训 然后先在澳大利亚培训 培训完了以后再到 实习的2007年我就结婚了 其实真的很正常啊 很正常 遇到爱情呢 但是关键是就是本来我还并不是觉得就是特别的在国内没有 就是你在那个环境里边没有见过其他的环境吗 你可能没有感觉 嗯 但是一旦你见了这个别的环境以后吧 我的那个叫做种草的那个瞬间是20秒钟 明白 这个20秒就很奇怪的 不是说它多快 嗯 而是说这20秒是一个非常奇特的20秒 嗯 这20秒是什么时候呢 是我在国立大学那时候那一个月的实习 一个月学习结束了 结束了以后在礼堂 在礼堂我们办那个毕业典礼 毕业典礼 然后呢 我当时觉得就挺 挺心里挺不舒服的 因为这一个月确实是过得特别的好 那个国立大学的那个氛围 特别适合学习 然后呢 老师啊 教授啊 就是就各种的交往 你都觉得就是特别的受尊重 然后也是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就特别的舒服的一个地方 我就心情挺不高兴的 挺不高兴的 然后毕业典礼的时候呢 我就就是就觉得就要离开了 忽然就有点就伤感吧 伤感 然后我就开始有点累了 有点累了 然后我就别的不好意思 我说那我先出去吧 我就从礼堂出来了 出来以后我说我去找个地方先平静一下安静一下 就我一看那个有一个那个喷泉 这个喷泉里边啊 有几只就是澳大利亚特别有的那种叫麦克帕 也是那种鸟在那洗澡 洗澡呢 然后这边上呢全的各种学生啊 就是来来往往的 我也在那看着 那鸟根本就不是那个存在 就是我在洗澡呢 这地方就是我们特别的自由 特别的和谐 就是觉得人跟动物 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特别的和谐 看完了这二十秒 就是这鸟在这洗澡 我当时就觉得我得回澳大利亚来 真是太和谐了 你也得反思人生了 我未来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基本上就定了 对 这个瞬间是那个人生里的这二十秒钟 是改变了我的一生 对 这一段一定不能掐啊 对 就是反正回来 我是05年回国 回国然后马上就想到了第一年 然后我就开始考雅思啊 各种的这个办各种的这个移民 然后我老公跟我求婚是个意外 我不知道他会啊 最后就是走得那么快 然后但是反正就是都是最后 啊就是反正就叫 水道提成之后 对对你也 我也当时没想过 2005年之前 我从来没想过 我已经会在澳大利亚生活了 但你也付出了很多啊 因为那时候可能像你们那时候公务员 没有几个人可能愿意去学英文啊 花时间啊 我喜欢英文啊 啊 我其实原来在啊 就是反正初中高中的时候 听说学的俄语 你可能不相信 那个时候 我明白以前好多最重点的是学俄语 对一下暴露年龄了 哈哈哈哈 明白明白 你看以前那个有个 我们那个老大不就是俄语专业吗 嗯 以前好多啊 嗯 好那个年代的是 对呀 然后但是我喜欢英文 喜欢就是就觉得 挺就是很顺利的一个语言 所以就比较感兴趣 然后假如我姐英语特别好 然后她有时候带着我去看那个演唱会 你看演唱会 有个全场身边的人都跟着唱 然后我就啥都不会就觉得不行 我就学 所以就对英语比较感兴趣 其实我英语最学 还记得以前考雅士考了多福吗 我记得呀 我考了第一次考了五 后来考了5.5 还可以了 嗯 那个我就是啊 我也觉得挺奇怪的 我都没想到 因为确实是自学的 然后我还参加我记得那时候 还抱了那种雅思的那种 一对一的外教的那种 嗯 也不是我抱的一对一 也是正好那个时候 那个班的人救救我一个 然后正好救我一个 然后是个老外 然后他就是 就是说他给我评 就是评分吧 然后他说 他说我觉得你没有能说这么差 你可以试试 然后他说 我觉得你应该能够 拿到那时候 他说要拿到六 拿到六 但几个移民 我就是学呗 就感兴趣 以前那个时候要求不高 差不多的考个六分 嗯 然后只要职业符合了 现在啊 现在的技术移民 每个七 四个七以上 都不用考虑了 基本上 哦 就是技术移民啊 四个七以上 嗯 这是最低标准了 现在四个八都很多了 哇 靠打分嘛 现在 嗯 太牛了 嗯 对 嗯 那韩姐 你就是跟先生 结婚恋爱 就直接是没有先到珀斯 杰拉尔顿吧 没有 我是在堪培拉嘛 啊 我是在堪培拉 给观众科普一下 杰拉尔顿实际上是我们西澳大利亚 呃 北边最大的一个城市 对 佩斯伊本 第二大城市 尼泊斯有四百多公里 嗯 泊斯人家都是都闲 哎呀 千远地区 世界都孤独的城市 对 这里 这里 这里人口 现在的人 四万人哪有 四万人 哦 他长了也不少了 啊 他长得比较厉害 就是从疫情以后嘛 因为很多人都选择 一个是就是大家都来西澳嘛 嗯 对吧 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 2002年的统计数是说 每天都有九百人到达佩斯 嗯 九百人到达佩斯每一天 然后到我们杰村呢 叫杰村 其实叫杰拉尔顿 四个字 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 这就是个村嘛 土了土气的 其实我不管破村 叫破村 但是呢 嗯 怎么说呢 就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吧 很多人就像我先生 他还喜欢杰拉尔顿 就是因为他安静很少 你看比如说 当然没有交通阻塞了 然后还有最主要的就是 他是一个生活方式 你生活方式呢 他并不是说 你看我们叫一马平川 到处都是地平线和海平线 对 你看看 就是特别广阔 然后人呢也比较朴实 你看我们还傻傻的开四五个小时车过来出海 追金鱼 嗯 对啊 就是反正这儿的东西都是有着一种 就是简单 土石 软石 然后 就这个反正就是 就感觉 他不是特别的小 也也不大 反正不大不小 我觉得正合适 可能对于一个 嗯 一般说在北京来的 然后觉得 又不是这种地方 怎么过呀 怎么生活呀 怎么生活呀 但是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 我就是 非常喜欢 尤其是气候非常好 哎 我想问一下韩姐 一开始 您先生是西澳的人吗 对 他是西澳的人 他是杰拉尔顿的 他不是 他是西澳 他其实在整个澳大利亚全都住过 什么东澳 北澳 南澳 西澳 他都住过 因为他是 17岁的时候去上大学 是在墨尔本大学 嗯 墨尔本 皇家理工 皇家理工 然后在那儿以后 他又去了悉尼 然后从悉尼又去了 塔斯玛尼亚 去了北澳 北领地 然后还有 他就是 各种地方都去过了 他来这儿呢 是因为 原来他的姐姐在这儿生活 嗯 然后呢 他也是想离家人 他的弟弟在佩斯 嗯 还有一个弟弟是在 Bumbry 然后还有一个弟弟 是在 也是在佩斯 嗯 就是他想回西澳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 杰拉尔顿 就是有一个项目 是一个建一个 特别大的港口 就在北边 25公里的地方 叫 欧克基港口 这个项目以后可以查一下 很大的 然后现在是可以变成一个 阿达利亚的清人员的基地 然后这个到时候还会有更大的进一步的开发 所以那时候他就是因为这个项目他非常的兴奋吧 然后就带着我过来了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从堪培拉开车开了4700公里 我开了八天 然后呢他拖着他造的一条船 我拖着一条小船 我们俩两辆车两条拱 然后呢从坎培拉一路 还有拖船你们俩 拖船 你们俩有两条船 因为他自己造了一条船 然后他没造完 然后那时候就要搬家 然后呢他自己还有一条小的船 就是那种经理 然后呢他自己造那条船 那是一条木头船 我先生是一个就是叫什么全能官 什么都会 他那时候在皇家理工时 他学飞行员嘛 坐飞行轮以后就自己坐那个超轻的小飞机 他和他几个哥们一块造了四架超轻的小飞机 然后去卖 然后他们各自有分工 每个人负责不同的地方 我老公是小飞机也造船也造 房子也是自己建 我原来在坎培拉的房子 就是他在农场上 自己建两层楼的木头房 从自己的设计到每一颗钉子都是他自己造的 我突然想到了 我就是我的邻居啊 就是我那条街 我几个邻居我很熟嘛 一个是本地人 一个是南非过来的移民 一个也是在家飞行员造飞机 一个在家里面造汽车 我都被惊了 我说他们真厉害 对 你就你就觉得是完全是两种生活 我就感觉到我我从就到澳大利亚来以后 就是另外一天世界转告活的我的第二生特别的不一样 然后就是觉得我先生呢他就他就会就是你时不时就知道他会这个他会那个 然后他就是让你觉得生活可以这么不一样你可以选择他来吉拉尔顿就是一个我喜欢的生活方式 他为了就是说他可以选择他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说哎我到那去工作我先得去被迫是他是有选择的他不是为了生存对他是为了生活他就说哎这个地方非常很好但是我不喜欢哎这个这个老板我不满意对不起我要走了我就得找一个他先想什么地方不是说哪性别多哪是这个 哎这个叫事业什么的他想哎生活方式我身边好多人都是这种选择就是生存对那他以前不是他他公务员只是他的人生当中的一个很小的一个时期对吧对他给做你想他做飞行员然后做教官 嗯然后他做工作也不一样他做的工作他是个助手快乐师他还是一个呃他可以做呃呃呃呃呃呃呃就是工程师然后法学 法学的就是他什么都通造飞机造船反正就这些行业都可以做对也造房子然后他学的东西就是给你感觉的他会用起来你比如说他造的一条船是十米的一条木头船大概有五吨重哎然后他会他他他造的时候呢 是在就是在就是那个叫扣的扣着造造造完了以后呢你得把它给翻过来翻过来再做里面的那些东西因为他先做这个整个的架构嘛嗯然后他做完了之后呢他要把这五吨的船翻过来就他和他儿子两个人两个人把这条船翻过来用的是什么就各种的滑轮啊杠杆啊然后你说咱们在国内咱们学 物理咱也学啊力学杠杠杆 我们没应用过对从来没有应用过我第一时间联想的只是什么起重机啊掉机 我刚刚一直在想是有什么做什么杠杆吗有什么对对啊对啊就是这杠杆滑轮 两个人把人船翻过来就是他们就是给我感觉就他十四岁开始他的一叔叔就带他上天开始飞飞机了嗯 嗯就是感觉是怎么可能上飞机呢那就那样人他小的时候脚还够不着那个油门的时候他爸爸就带他开拖垃圾那你说他就是这样子就你感觉哎呀这生活这才叫生活 你是很丰富的啊对特别丰富 像我们就是读书嗯就跟这儿所以这些开船一样你都没人教都是家里面教嗯对 对我记得我就是第一次在那个在在我先生的农场40多a克40多a克是相当于嗯多少一个a克一公顷是嗯多一个a克是多少一个a克我感觉是美国北美一个a克大概有我自己算过以前好像是六万多平方米六万多平方米啊对六万多平方米然后呢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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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场呢有两三个三个三个那种叫池塘吧池塘然后我到了的时候记得你家老公就给我买了一个第一个数码相机我人生第一个数码相机啊他说你那个没事就去照照相啊然后呢我就一下从那时候开始就系统上摄影了啊 然后早上起来会有成物啊然后各种牛啊羊啊然后那池塘里面那各种鸭子呀水鸟啊什么乌龟呀什么针眼呢什么那个对就是核棒啊还有就是咱们说那种亚迪斯啊小龙虾对就就各种的生命在那个那个农场里面当时就觉得 真的是我的第二首我想起了韩姐你的你的那个微信上面有分享一些平时的一些视频啊什么的视频啊我给你贴出来哈给大家很感兴趣啊谢谢谢谢 那我想问一下韩姐就是说呃除了你先生之外你你肯定到澳大利亚这么多年了你有做过很多工作吗 我没有其实其实我我挺挺有意思的我们曾经搬过一次家从那个农场搬到了一个离西里大概在西里南部三个小时的一个小镇嗯啊这小镇呢就是他就是主要以旅游为主才一万多人然后呢主要以旅游为主呢我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是学英语然后另一方面也是想找一个工作 然后锻炼了一点嘛然后我就记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经历就是我去一个中国饭馆啊想那英语又不好对吧又没经验那我就先我就想着就是你能收我我不要钱都行只要我就能在那体验一下然后我就去面试面试完了那个老板看见我了说你一看就是做办公室啊你可干不了我们那活儿我还没干过呢我你怎么就知道我 我干不了啊我说我而且我不要钱我只是给你就当打零工嘛你干不了你相信我你肯定干不了然后呢我就特别的我说不要钱人都不要我了后来就挺失望的回来回来然后跟我先生说我说我怎么办呢你就是不要钱都不要我了后来我先生说其实你就应该定位就是就定位你就不要定在你自己那个劣势的地方 你就要抓住你自己定位如果你以前的优势都是在这个做办公室的啊政府官长说你你找的定位就不要找这种就是做铁了一会儿的他说你干脆就是你一定要找准自己定位他跟我说了这个说完了说后呢后来有一个我们就是那个那个当地的一个私营的纸别是搞那个life coaching 我不知道life coaching你是怎么翻译叫什么life coach啊就是生命教练嘛或者是叫那个拓展个人拓展什么的那种对然后他们是一个私营公司一家子开的然后呢他们缺一个文软就是帮他们来准备一些教材啊然后刻一些光盘啊 然后哎这个我行了没问题啊然后去面试然后一下就收了然后那个是我在澳大利亚的deliver工作但那时候你的英文其实已经有一定水平了吗肯定啊也还可以了就是因为因为毕竟你先生是对对说英文的然后再加上我又喜欢然后我其实在学那个那时候在你作为那个就是移民你在啊佩服有一个510小时 免费嘛然后你就可以学了但是我发现那510小时没什么用因为毕竟就是你学的都是都是那种课本上的东西然后你在工作的时候学我发现我就在第一份工作的时候你学起来东西会更快然后我大概学了有大概三个月的时候我感觉我已经就挺明显的提高就是因为我还在继续上TFE的课但是TFE呢老师就说哎 现在你已经非常流利了啊然后我说嗯我说我现在在学就是用用是最主要的学是对很慢的你要必须得用用起来就快了对嗯那后来你还有从事过其他工作吗后来哦还有一份才特有意思啊啊我等于是搬到结村搬到结村的时候是2009年2009年的时候我是那个第一份工作是 找我的不是我去找工作是因为那时候中国跟澳大利亚尤其西奥的那个合作特别的多嘛嗯然后再加上中国那时候就是啊制造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制造工厂嘛后来我们结村有一家那个制造玻璃的一个公司他们等于是从中国进口了一个高炉进口一个高炉然后做玻璃然后呢他做完这高炉之后他已经进口完了之后吧他需要培训 就是说怎么用这个高炉呢就是说怎么用这个高炉高炉是什么东西就是练玻璃哦就像锅炉不叫锅炉哈就他叫Sermis嗯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说就像练钢一样你要有一种一个大的设备吧对设备啊生产线你就能这边出材料这边出玻璃嗯然后他是来找我啊因为我我我我先生是在这边的市政府上班嘛他是啊这边的一个主主管主任然后呢他是这个 那个老板呢就是问问问因为他知道我我先生是老老婆是个中国人呢所以我这叫你一个高炉然后需要翻译就是你能不能让你老婆来试一下然后我先生跟我商量和你你怎么样试一试我那还不太行啊什么都不懂哦什么叫这炉子我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哈哈念玻璃我的天哪然后我先生说你没事你去试一试你先 也是你先试一试然后你也别收人钱然后你就去看看你能不能干然后我说那也行那我先去试试呗然后就试第一天试完了以后是什么情况呢是人家跟我说呀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买二氧化硫二氧化硫那几个工人他也不知道怎么说二氧化硫然后呢我更不会拉对吧但我又不能拿字典在那翻呢用英文怎么说呀后来我就 写化硫方针试叫分子试然后呢我说这个就融化硫了这个 嗯哈哈哈你就把这个啊他一下就明白了是咋回事这反正就是通过各种就是我自己的知识啊还有就是真的是这种反正不管怎么样嘛我第一天还真的就就混下来了混下来了以后呢然后就做了一个月他这个这个工作我记得我那时候一个月还叫做4000澳币呢哇还可以啊2009年啊高新的那时候嗯还真的那是我第二个 工作然后这一下这个工作接下来就感觉嗯还是就说只要你肯试啊再加上也有自己一些积累然后还是能够还是能够找到工作了然后再后来就是市政府市政府他们那个时候想就是在中国找一好城市啊什么的然后他们也有一个本来是有一个临时的一个一个顾问美养会然后就把我吸引进去了吸引进去了以后呢就让我帮他们 然后就把他们都分析啊了解啊因为我在国内也不做政府的话嗯嗯所以对于情况非常了解他们发现哎我能提供提供很多的意见然后就变成了让我变成一个project啊project officer然后就是等于相当于能够那种part time就是兼职的那种part time是叫兼职的那种part time是叫兼职对啊然后再过了两年然后就 把我转成了正式的员工所以我就就是反正我的工作就是老是不多经验也并不是很多但是就是都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还是最后还是就是叫建立在我的那个优势上面对相当于说啊我突然想到你从一个国内的公务员经过自己好多年的努力到了澳洲又成为了澳洲的公务员嗯对但是说实话在澳洲吧公务员 并没有那么门槛没那么高对对对对对尤其是地方政府对对对地方政府你要到啊就像你要到了联邦政府那一级别你可能就需要对高一点你必须得是citizen啊必须得是公民澳大利亚公民你才能够进入然后像州政府他也是有一些职位你必须得是澳大利亚公民有有居民是不能我还记得我采访过一个是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一个澳洲人 一个副市长都还是个监职 议员加副市长对就是我们那个City of Canning 对对都是监职嗯对我们这市长都是监职对因为他也是就是说你不能够就完全的建立在就说就像嗯你要是以当市长为生的话那其实那就是给给腐败留下很多的啊叫什么呢空间吧对对 如果你有自己的事业你等于你不是说啊叫依赖这一份工作那就不一样我突然又联想到了现在不是在奥运会吗阿大利亚这个两千多万人口的一个国家哦对啊都排第三厉害啊对啊运动员没有专业都是兼职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就说这个真的是挺挺厉害的而且就是你就感觉到就是可能澳大利亚人对就是他有一个 他对对于对于各种职业的一种尊重吧嗯然后还有一种就是热爱澳大利亚人特别喜欢运动你看像我们节村到晚上啊七点以后主街上都没人了没人你只能就是什么饭馆酒吧健身房嗯三个地方啊真的是 就是就是所有的人都都就是运动对澳大利亚人来说真的太重要了对他们感觉喜欢什么运动呢真的是自己喜爱他不是从小培养的对哈哈哈也没人逼他对也不畏生存对对对对是这样嗯对所以这个东西跟那个 什么东西都是他是一种那种热爱就是这点我很喜欢而且他就是我喜欢什么东西我就能去朝那方向努力然后他社会体系就是支持你而且还有包括那个我喜欢的那里亚就是说他那个甭管你是不管你是做什么的就是在一个公共厕所贴墙砖的他只要用他自己一双手心情劳劳动换取报酬就没有人瞧不起他 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在一个小学那个小学里面那个孩子不是得就介绍自己的家庭吗然后呢有一个小女孩站起来我爸爸是开大卡车的特别自豪哈哈哈哈就是你要在中国哇塞就直接很多高就是分高低规见对分高低规见所以这也是我就觉得澳大利亚他尊重你他尊重你他尊重什么尊重才华 然后不管就是就是真的是你很多人都是太就是怎么说呢他你就像你大家开车的啊你的停车场你能看谁到澳大利亚嗯我记得你以前在你的那个频道里也说过那本就是送人驱动嗯那本就是你在在澳大利亚当地人很少看看那个奔驰宝马随后你看开奔驰宝马奥迪那全都是移民对对对中国人也特别多对 对,所以你看不见,我真的觉得你背名牌包,穿名牌衣服,没人多看你两年 你开什么车也没人多尊重你 反正我就觉得这一点是我非常喜欢,第一自由,第二平等 对,我喜欢这个 对,我还想仔细问一下韩姐,你现在,其实你现在在这边市政府工作主要是涉及到哪方面的工作 我其实原来是搞经济开发的,然后后来是因为我是等于是开始和你那个朋友Jesina,我们一起去发展旅游,干的挺工作的 从2017年开始吧,就是把这个,就是像粉湖啊,像卡尔巴里啊,这些东西都已经 就是等于,就让咱们世界市场知道这一块,所以呢,到了2022年,我们捷村呢,就是会接很多的游轮 你可能现在还没有看到,我们,你看结村非常小吧,但是他经常会接这种两三千人的游轮 哦,游轮开到这里 哦,那不容易 那不是一个港吗,那就是港口 我看一下,嗯 对了,那边港口 对,那有一条游轮在那停着,你看到没有,红点的 哦,哎,对,那个呢,就有可能是那个,就是,这个港口跟中国最主要的衔接就是铁矿 哦,这澳大利亚西澳的铁矿石,很多都是从吉拉尔任港出去的 然后中国,你听过一个叫安钢,安钢中信,我知道,在西澳都有 对,他们都有投机的,就像这边一个叫Carrera,Carrera,就是咱们中国的,玩繁殖版控股的 嗯,那其实这个港口,杰拉尔,我知道是个港口城市吧,它并不是矿在这里,它实际上是一个港口 港口,对 哦,转运点 转运点嘛,可以火车,铁路这样过来 对,对,对,铁路过来,然后也有用那种叫road track,就是那种丝尽的那种,你说得长47米的那种,拉过来 嗯,因为粮食的都有 北边也有港口,什么德黑兰啊,德黑兰港,啊,还有北边,对,也挺大的 那北边那就更大了,那都是,那都是大的,像香佩斯飞满头就非常大的了,那都是,这边大概就7万吨吧 啊,然后像飞满头都得10万吨鸡的,可以半大把鸡的,对 嗯,那以前我们也相当于说,我也为澳大利亚的,西澳大利亚的旅游做出了贡献 我当过两年导游,我听着,听他说了,对,就是啊,所以你对这边才非常的喜欢 以前基本上每个月都要来个一两次,嗯,要住节二十顿,然后去粉红湖,那时候很火吧 对啊,嗯,现在基本上也是一个必要的大卡,很大,就是来了,别人也得到这儿,给大家打个卡 嗯,那我还想问一下韩姐,就是,其实我知道你非常热爱澳洲哈,对,在你心魔中,你在澳洲生活这么久,有没有有一个不喜欢的地方 哦,不喜欢的地方,有,因为那天我看了你的一个视频,就是采访了一个小伙子,他是做房地产,然后做保镖,做保安,嗯,嗯 然后呢,你就一直在问他,你有没有不喜欢这个地方,嗯,所以我就想,我也得想想有没有不喜欢的地方 我不喜欢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这个医疗等待的时间,嗯,太长,就是你看他全民工会医疗非常好 但是,你要看一个病吧,就是,只要是不死的病,没且等呢,嗯 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嗯,我,我身上就有一特别强烈的对比,就是,比如说啊,死的病,就比如说我是啊,2009年,我是年底的时候,我诊论出来乳腺癌,乳腺癌完了以后呢,就是,大概我诊论完了以后呢,就是,大概我诊论完了以后,十天,我就,啊,就是,啊,就是,确诊完了以后,我就开始在做各种的排查,比如各种的骨扫描 然后就去,把这些检查都做完了之后,十天之内,我就做上手术了,做完手术了以后呢,就是,非常快,非常快,然后呢,你就,我当时就在想,因为这个,做完了这个手术了,然后就做那个化疗,然后化疗的期间呢,你还要,就是,住在佩斯,因为我在加尔顿嘛,所以你只能住在佩斯, 住在佩斯期间呢,你又有那个,那种给,癌症病人安排的那种,療养院似的,然后我就觉得,天呐,我这里收到多大一单呢,我就特别担心,你知道吗,然后后来,先生说,我麻烦这样,全民工费医疗的,一分都不用出,然后他说,你比如,然后,而且,就包括他,陪着我去佩斯的,那个,路费, 比如说,要是,开车过去多少钱,然后,如果是,像,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我做完手术,然后,我不适宜,长途,坐车的话,我就飞回来,飞回来,我,先生的机票,都是政府出,就感觉,哎呦,这个死的病啊,真的叫澳大利亚治,但是,这不死的病啊,就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撞车,撞袋鼠了,撞袋鼠了以后,他脖子受伤了,脖子受伤,你想想,多大事啊,疼啊,每天, 大把大把的吃,但他走不上手术,他等了九个月,那你说,这个东西就是要,就是,给你感觉,他没有买丝保险,他买了,就是,你买丝保也要等,你比如说,我前日子,我要做一个,鼻中隔偏区的手术,我也买丝保了,然后,但是呢,就是,我就知道,就是说,如果你要是,用丝保的话,可能从十二个月,缩短到六个月,哦, 你知道吗,你还是要等,对,还得排队,对,所以,就是,可能在佩斯会好一些,我们这地方,可能太偏远了,但是,我选择的,就是到佩斯去做,嗯,但是,就是,这一点,还有,就比如说,去急诊,你急诊是,至少四个小时,对,对,嗯,就是,至少四个小时,然后,就让你感觉,你要是在,比如说,在北京,啊,真的是,到北京,那,看病,真的,从,看病,挂号,啊,挂号, 到看病,到拿药,真的,全都是,特别快,就种你感觉,而且,各种检查都做了,你说,你要是,在这儿,约一个这个,可能,约一个那个,又一个约,就有,就这种东西,我是不喜欢的,而且,然后,嗯, 嗯,有很多的东西,毕竟是,细腻,很多,我觉得它查不出来,所以,我,我,当然在一般,如果有了什么,就是,死不了病,我就回过,回北京,啊, 对啊,你只要不是大病,回北京,也花不了多少钱,所以,然后,这个人体质都很好,就等出来的吧,都熬好了,也不是,他们其实体质不好,各种过敏,各种的抑郁,啊,什么ADHD,啊,就是,焦虑,啊,抑郁,啊,就,他们,皮肤癌,啊,皮肤癌,嗯,嗯,其实也不是那么好,嗯,除了医疗之外,其他的,还有没有,你不喜欢的地方,啊, 嗯,没有什么了吧,真的没啥了,嗯,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真的觉得挺快的,嗯,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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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医疗,你现在还经常回国吗,嗯,我在,嗯,18年之前,每年都回去,嗯,然后后来是19年,我说我先一年没回去,结果,2020年的疫情了,我就一直没回去,然后5年,2012,3年,我才开始,接着又回国,嗯,每年都回去,嗯,都住这里,唯一 一不方便的地方,就是回国麻烦一点,因为不像在破诗,啊,嗯,你在先到破诗,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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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坐一个飞机,对,一个小时,嗯,但是我经常是像,我有朋友在,在破诗,然后我就,开车下去,把车放在家,放在朋友家,然后我就,飞走,然后回来,我再,开车开回来,对,嗯,四五个小时,这里开车, 对,我经常,有的时候,有了长周末呀,或者什么,自己开车就下,就可以时度个周末,嗯,其实我挺喜欢,这个,下次可以来我们家玩,哈哈哈,太好了,欢迎你来我们家玩,我非常喜欢,就是,其实,其实挺享受的,就是,自己一个人驾车,然后开,自己喜欢听的音乐,想放多 loud,放多 loud,然后,嗯,然后累了,就休息一下, 我觉得挺享受的,我很喜欢,我很喜欢,我很喜欢,我经常去,对,你看,李先生,他选择,城市的时候,他也是去,去过很多地方,对吧,嗯,嗯,破诗,我感觉这两年,是不是因为,哎,自媒体多啊,大家就慢慢了解的,比较多一点,来的人特别多了,对啊,对啊,对啊,一个是你说的,那个房价的问题,其他来,其他城市来讲,佩斯还是房价,相对来讲,还算是便宜,所以长得最厉害了,嗯,我觉得, 最主要就是,这个房价,然后,涨幅最大的是破诗,这两年,这两年,是,可是他的,就是说,叫基数比较低,所以呢,相对于其他城市来讲,还算是 more affordable,对,所以,节村也一样,节村也长得很厉害,嗯,速度也不少,也不小,不过还好吧,就是,其实,还是,生活方式,我就觉得,还是,村里的生活方式, 但是,佩斯还是很好,我喜欢,小城市,其实有很多优点,唯一的一个缺点,我觉得,可能就是说,对于华人来讲的话,就是说,你买一些亚洲食品的,调料,这边方便吗?不方便,这就有一家,Richter's IGA,它有一个,亚洲的一个Food角,但是还是不够,原来不够,但是像我这样,老去佩斯,够了,那就可以了,对,每次装一大包回来,对,那不是一大包的问题,是一车的问题, 因为所有的朋友只要去佩斯了,都会说,哎,我要去佩斯了,你有什么东西要带呗,都会带,然后我们这有的时候,也通过中国的饭馆,请佩斯订,那样也还可以,吃的,然后还可以,我们都订,然后我叔叔对一下佩斯去,饭馆体验一下,想吃的,然后实在不仅,就只能自己做了, 但这里确实不会堵车,对,是的,环境又好,海景房也不贵,出海也方便,对,是的,然后他跟去内陆也不,也不远,就是我所管他这就是什么呢,既有城市的风光,又有田园的风光, 然后你想去就是内陆啊,我们像这想去那个,看野花啊,然后去什么,就是他们叫探,探金子呀,然后都是,你都是可以就是,什么都有,对吧,对,探金子,探到, 来问个问题,韩姐是属于外价的,嗯,算外价吧,你觉得那个文化冲突的问题和你,已经在这儿18年了,有没有感觉到就是有夫妻的困难,文化冲突这些方面呢, 我觉得这个还是跟,跟,跟每个人不一样,你就比如说,当然我先生不会说他会理解我,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 去理解我,或者去,呃,欣赏我,然后你会肯定要有文化上的一个,你就觉得,当然中国人更了解你,但是呢,我又觉得有一个好处就在于什么呢, 其实这种不了解呢,倒能产生这一种吸引力,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太了解了,你就没有,没有神秘感了,然后,就因为他不了解我,他就说,哦,原来你是这样想的, 然后呢,还有一个跟那个个性也有关系,也不是所有的 那你有很沮丧的,这种 有啊,当然有啊,我英语不好的时候,我,我吵架,我吵不过他呀,他说完了我就,我就,我不知道怎么说出来了,你知道吗,那是最沮丧的时候, 哦,我为什么动力那么足,要学英语啊,我的一个目标就是我能跟他吵架,对,我要听懂他到底有没有用理语来骂我,对,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能够把我的道理讲出来呀,对吧,你有的时候有理讲不出啊,对不对,那,我知道我有一天,我自己能发现,我有一件事情,我说服他了,对吧,你说我这样不对,我这样,这样,这样,我会也在讲明白, 然后,他对我有一个,哦,改观,就是觉得,哦,原来你还是有想法的,对吧,就是,从那一天,就是说,还是得从你自己那强大开始,你强大了,你才能够解决这种矛盾,你不能就是说,指望着别人去,嗯,就是反正你就要去赢得一种尊重,还有一种就是,就比如说,还有一种就是教育上,对,关于历史,这块文化冲突很严重, 也比如说,中国,我这不知道你能不能播啊,可是中国跟西藏之间这个关系,他们看到的是另外一个,版本,咱们在历史书上看到的是另外一个版本,然后再加上那个,比如像那个,啊,就是像天门广场啊,这些东西,他们看到都是从西方国体看到的,然后我看到的,别的我不敢说,西藏我不知道,但是天门广场我是知道的,我是经历过的,对吧,然后我会跟他有,强烈的 冲突,就我的历史也是历史,凭什么你的历史就是历史,就是fact,我的历史就是propaganda,就是叫什么洗脑,嗯,然后我就跟他经常因为这种东西,然后现在就是什么呢,西藏不能听,天门广场不能听,然后呢,再加上,反正就是很多,这种东西,我就觉得还是有,挺强烈的,因为受的教育, 你看到这个,对,教育书都不一样,然后,这种东西不要,这个对于我来说,比较冲突,比较厉害,但是,就是,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现在可能是因为在澳大利亚身上,生活这么长时间,但是我在中国,我也生活到35岁,36岁,所以呢,我就感觉,我现在最主要的收获就是,我能够比较客观的,站在中立的, 这个角度,看待中国和澳大利亚,我,我不是说,会说,哎呀,澳大利亚月亮都是月亮,我也不会说,哎呀,说,中国就这个好,就像那个,就什么都好,就那个的,我会站在一个中立的角度去分析,哪个地方到底是,真正的爱是能接受它的缺点的,就是,比如说澳洲,你爱它,你能接受它不好的,但是该有的冲突,还是要有的,冲突其实挺好的,冲突是一种, 就是你又有冲突了,然后你,你把这个冲突能够解决掉了,然后你才能有一种,其实就两个人在一起,就过事儿嘛,其实,其实就是过事儿和一种价值观的交换, 大家怪一样,就是如果说在,比如说,在澳洲的男性群体里面,他们会对于,就是,他们有没有那种,比如说,种族的区分,比如说,我知道的有一些,他就是很想要找华人的老婆,很想, 我身边有好几个人,是吧,对,他们会觉得又挺快,又比较独立,然后呢,还挺理事儿的,家里面各方面的,又会管账,又不会乱花钱,有这样呢,是吧? 有这样子的,但是,好像,并没有那么强的那种目的性,我觉得他们还是,对,还是得看着,然后也有,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具体人跟人不一样, 其实,刚刚一直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中国人和澳洲人当中,因为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教育的权子下, 你有没有感觉他们最诟病了我们,我们这个种族的一些,什么缺点? 哦,那我听说的就是什么,就是太勤劳了,哈哈,没有生活,对,因为他就整个,就我听说的就是说, 嗯,就是中国人把很多市场都搅乱了,啊,对吧,那个,你比如说旅游行业,你也知道,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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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然后我听说的有那个,就是,就是自己就把那个价格给降特别的低,啊,对,然后延长时间,工作时间,啊,就这种东西,这个是老外诟病最多的地方, 这个,我感觉也是,嗯,只会挣钱,不会生活,对,哎,不想说生活,第二就是低价老乱市场,对,老外他们都不这样做的,对,对,所以我为什么我喜欢像杰村这种地方, 就是因为中国人没那么多,中国人没那么多,你就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中国人有多少个人,大概不到一百个人,加上香港和台湾,那所有人都认识哦,等于这么少, 所有人都认识韩姐,啊,不是了,我现在,就是说,就怎么说呢,加上台湾的香港,都没那么多,应该不超过70个,嗯,嗯,所以我喜欢,哈哈,简单,对,简单,对,因为,因为华人确实是,他就是说,你这个勤劳以前是一个包一尺,但是现在给你感觉吧,就是说你也得尊重这边的社会秩序,或者说市场秩序,你不能摆在那样的, 啊,最后整个中国人的那个,呃, rechitation 都被,对,对,对,被你,被,给打上一个标签,嗯,就,就不好了,对,对, 今天非常感谢韩姐,为我们分享了好多生活经历啊,嗯,还有你的经历,嗯,然后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一定给韩姐点个赞, 我不知道 澳机的,关注韩姐,哎,然后有澳洲移民留学的问题,啊,可以失声我们,一键三链,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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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USSIM SO WET, STORM IN EDEN. Zither Harp